但是由于它前掌 今天里面聊到这双KT7 Pro 整体的鞋盒还是非常有质感的 我打开它 接下来我们看到球鞋本身 整双鞋型还是保留了KT7带的鞋型 只是在细节上面做了一些改变 首先鞋面用上了这个speedfiber 就是这种较密的纱线织物鞋面 然后其余的和KT7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另一个就是它的鞋垫 改变了这种较平的单鞋垫 没有把那种爆米花的颗粒 这样就不会有鞋垫在鞋内打滑的现象 然后中底用的是p-back磋发泡的单科技 整体的弹性要比KT7带来的更好 然后碳板位置包括这个3D flow 都没有做什么太大的改变 然后后跟的smart save 配合全掌的水晶底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KT7 Pro的上脚 就是整个KT7带当中 我最喜欢的就是KT7带的鞋型 整体它的鞋穴做的适中 但你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Pro版本的鞋面 要比普通版本来的更加的轻薄了一些 然后前掌会有轻微的卡脚现象 这个你穿一个厚实的篮球袜 就可以解决 整体中底是相对偏软的 但是由于它前掌 但是由于它前掌外侧包括内侧都会有较大的外底上翻 特别说外侧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防弹板脚 所以说整体球鞋的稳定性还是得以保证的 后跟这个非常大面积的3D flow 再配合这个太纤维板 整双鞋我觉得称它为一双内线鞋完全不过分 其实我觉得它和预帅13蹦一样 就是如果你把这双鞋给放回到2012到13赛季 就是勒布朗10 科比8 KD5的那个赛季 它真的是一双非常顶级的实战鞋 它的实战口碑绝对能被吹爆 那个年代除了Nike有用这些气垫技术之外 其他的品牌依旧是这些传统的EVA进行发炮 唯一用上超零件的也就是阿迪的Energy Boost 目前KT7 Pro的价格也降的比较低了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请到入手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体验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